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耶稣怎么做呢 我们就应该怎么做 那这个很好 但这个并不完全 因为耶稣有很多事都没有做过 他没有结婚对不对 还有好多的事都没有做过 他大概也没有干过投资的事 所以你问耶稣怎么投资 那就干脆不要投资了 耶稣很多的事都没有做过 所以更准确地说是看耶稣怎么说 因为他说得比做得多 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并不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给我们一个行动的榜样 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最重要的是做成那一件事 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成就救赎的恩典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 每一件事我们看耶稣怎么做 耶稣不做 那我们看耶稣怎么说 看耶稣怎么做呢 很容易把效法基督 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的 行为主义的一个关系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 百分之九十的事情 没有办法从这个上面去效法 那么看耶稣怎么说呢 就需要我们来认识福音的两个 很重要的要点 第一呢 基督就是上帝 基督就是神 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的 就是神自己 这是基督教信仰 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宗教的 最核心的 最激动人心的 最令人惊讶的 最不可思议的一点 就是被定在十字架上的 那一位他就是上帝 第二呢 因此整本圣经 都是耶稣的教导 所以整本圣经 教导我们 耶稣怎么说 教导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教导我们在凡事上 应当怎样与过去不同 应该怎样持守一个 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生活 可是保罗的教导 在这里 比这两个原则 看耶稣怎么做 看耶稣怎么说 更进一步 因为保罗的教导呢 是以福音为中心的 保罗的教导 也是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 他说 你要如何生活 你要脱离那一切的 误会的事 你要怎么来 有一个新的生活 不是简单的 看耶稣怎么做 把耶稣当作一个 行为意义上的榜样 这是自由派 很容易的一个倾向 但是也不是简单的看 基督怎么说 把信仰看作是一个 教义的大权 这件事应该怎么做 我查一下字典 这个圣经就像一个 行为字典一项 我查 这个地方说了 你应该怎么做 这是基要派 很容易的一个倾向 保罗说 你要如何生活 关键是看 基督如何爱我们 基督如何为我们舍己 基督如何把他自己 当作祭物 也就是说 那一个的焦点 是福音本身 正如基督爱我们 你的全部生活 都必须是对 正如基督爱我们的 一个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